大家早上 今天5月19星期四 昨天請哆啦A夢降價 早上很興奮啊 打開窗戶一看 哆啦A夢吃光了 沒有用 一樣在下雨 喔 又是要雨戰的一天了 目前走在往富貴角的路上 今天的目標就淡水啊 有點遠喔 要走37公里 所以目前一樣趕路趕路 又趕路啊 各位好 這裡是位於北石門區的海石洞 叫做海召金鐘啊 平常這個海石洞啊 人很多啊 你看看 現在下雨啊 一個人都沒有 隨隨便便就包場了 另外 在這裡 我想要發表辛勤感言啊 我父我母啊 靠北邊的天氣啊 太馬里隔壁 的大南橋都 沒有力了 各位知道背後這隻是什麼鳥嗎 沒有錯 它就是台灣的 藍雀啊 這種鳥非常的兇啊 它連蛇都會吃啊 另外你把你身上的一千塊拿出來看一下 沒有錯 上面是不是有一隻鳥 那隻叫做地質啊 跟藍雀沒有關係 這樣子是不是 都學到了一件事情 這裡是富貴角燈塔 今天是徒步環島第40天 終於完成 四分之三的里程了 剩下的四分之一 就是 走回我的故鄉彰化 這16天裡面啊 每天下雨啊 連續下了16天 都快要得臨病了 等一下先找個地方休息 喝個熱湯 本來今天打算是走到淡水啊 我看 就走到山枝就好了啦 啊 下雨太累了 自信心都被打垮了 背後這裡就是 台灣最靠北的 富基漁港 那另外背後這邊 有美食區啊 遠方那裡有一個 小秋火海鮮 那邊就是 海龍王彼得 會出沒的地方 那海龍王彼得 經常更換工作啊 現在最新的工作是 地下大總統啊 如果 郁曼啊 生活不愉快啊 工作不順利啊 歡迎都去找地下大總統 們 在這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